你應該拍一下這個啊 蠻漂亮的新娘樓梯耶 新娘子樓梯耶 哇 好美喔 超漂亮的耶 你的感冒發燒啊 這個團員給你出來 你是戲台的概念嗎 欸 不知道 好好奇 等一下這邊的是什麼圖案啊 有沒有看到 要揭曉了啊 1 2 3 好好 一模一樣的 好吧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不好意思 好 吃到喔 吃到喔 行啊 感覺 感覺他才不會啊 現在來到長人餛飩 他具有近百年的歷史喔 來看一下你點的是什麼 鮮肉餛飩 有厲害嗎 傳說1930年左右 有人在問這個餛飩 蛋開始經營接叫牌 他的餛飩製作精細 餛飩皮薄肉餡新鮮調料適合 有紫菜蛋絲蝦米 而且湯青見底 餛飩形式花紅美味爽口 深受大家喜愛 由於他個子很高 所以大家都稱他的餛飩為 喔 長人餛飩 原來是因為這樣 古今常的餛飩是溫州市民家運物小的 零小吃之一 而且對關於中華零小吃之處 屁列入溫州市路城區 非物質文化遺產耶 那好吃嗎 我們剛才進來點菜的小插曲 分享一下 在這裡 排隊是不到的 排隊是不對的 要插隊 排隊是不到的 人家很自然耶 嗯 以為我學生講的 他說他到北京的一個博物館 然後要進去買票 那收票口在這裡 根本不知道從哪裡排隊 為什麼 收票口在這裡 假的收票口在這裡 他說爆一整群人 往旁邊爆一整群 爆一整群人 根本不知道怎麼排 從哪裡排 喔 這就是一種蠕動的概念動 一群人 然後大人們 欸 欸 欸 連昨天塞車 全場黃騎咧 要編隊SINGLEINE 車手會議有講耶 綠旗揮動 是要到龍門駕 綠旗揮動才起跑 一列 結果 前面綠旗揮動是在告訴你說 欸可以準備 開始這一圈過龍門駕以後 那綠旗揮動 你可以開始起跑 結果沒有 一堆人看到綠旗 哇 往前衝 真的 在這裡排隊是不到的 要插位 要插位 沒關係啦 我們老實人